从古至今,傲慢自大的全臣都不会友好下场 小说陆顶记中,连小太监们都知道 主子们最忌讳功劳大的部下 所以部下功劳越大,越不能去公自傲 相反,要格外谨慎 如果稍微有些张狂 这个奴才就可能惹上杀身大祸,甚至满门遭殃 这么简单的道理,无数精明智杰的大臣却很容易忘掉 龙科多被雍正弄死,颇有戏剧性 曾经雍正嘴里的亲舅舅,仅仅两年后就成为阶下丑 最终惨死 很多人不理解,龙科多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场 其实他和年庚瑶一样,几乎结局是注定的 自国以来,做重臣的人有两种最危险 第一,功劳太大的人 第二,不会巴结上级的人 可以说,龙科多和年庚瑶都是这种人 他们不死谁死 龙科多是满洲湘黄旗人 是康熙皇后同家室的弟弟 他的祖父同图赖,是顺治帝孝康张皇后的父亲 同图赖历过很多战功,还曾经当过礼部侍郎 死后被授予一等公爵 他的父亲同国为也颇为了得,是康熙的重臣 三次跟随康熙远征嘎尔丹,最终做到了一等公 而龙科多的姐姐同家室,抚养了雍正十多年 两人关系很好,基本就是养母和养子的关系 因此,龙科多也被雍正称为舅舅 对于龙科多的能力,康熙还是颇为信任的 更别说两人还有亲缘关系 龙科多很快成为鸾仪使兼正兰旗蒙古副都统 鸾仪使的工作就是明朝的警衣卫 类似于今天,中央警卫局是皇上贴身心腹 1705年,康熙发现龙科多鞠躬且放纵不下 恼怒的斥责他办事不用心,将其职务全部免除 不过,1711年龙科多又被重用,成为最为关键的九门提督 九门提督负责北京的防卫和治安 统帅八旗步兵和巡步营 如果九门提督想要兵变,皇帝就死定了 而任何人想要兵变政变都必须争取到九门提督的认可 不然就是找死 由此可见,康熙对于龙科多非常信任 龙科多一路高升,虽没有离开九门提督的位子 但却做到李帆院尚书等职务,位积人臣 自然,康熙有自己的想法 当年皇子们争夺继承权斗得很厉害 更有自己的党羽 朝中大臣多要选边站 只有龙科多是完全独立的 龙科多最初也曾和大哥来往 结果被康熙斥足过一次 之后,龙科多就再也不敢和皇子靠近 最多保持正常社交关系 就是因为龙科多是中立的 康熙才对他很信任 1722年康熙变危的时候 只有龙科多一个人在他身边伺候 而康熙准备传位于老四雍正 也是龙科多传的遗诏 此时龙科多对于雍正就很重要 如果龙科多和其他皇子串谋 直接搞政变对付雍正 后者毫无办法 即便康熙已经有了传位的旨意 也等于废纸一章 而此时龙科多支持雍正登上皇位 可以说是他的大功臣 自然也许说 本来康熙是写传位十四字 龙科多亲自改为传位于四字 所以龙正非常感激龙科多 事后却只能杀他灭口 这当然是不可能 是无济之谈 雍正的诏书使用汉文和满文写为两份 满文那份龙科多就没法去改 当于没用 实际上龙科多只是拥护雍正有功 唐熙61年11月 刚刚登记的雍正皇帝 命龙科多同允四 允祥马其总理事务 起奏注释 除镇藩抵视剑外 一句交送四大臣 凡有欲上日 必经由四大臣传出 也就是说 此时的龙科多 从北京警备司令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正式进入政府的权力中枢 成为政府的四把手 这一地位的变化 并不仅仅代表着行政级别 从国家级副职升为国家级政治 此时的龙科多已经拥有参议 甚至决定军国大政的制高权力 同月 雍正皇帝亲自传于内阁 龙科多应称呼舅舅 伺候起奏处 书写舅舅龙科多 清朝历史上 龙科多的父亲同国为 虽然也曾被康熙皇帝称呼为舅舅 但以预制的形式将此称呼 予以明确 仅龙科多一人而已 身份的改变 就决定了龙科多在总理事务大臣中的排名 名为第四 实为第一 三 雍正皇帝特命龙科多 承袭其父同孤为的一封公爵 并兼任吏部尚书 其长子月星 承袭一等清澈都尉 赐子玉柱 着身为阮仪史 雍正二年 龙科多迎来自己人生的最高峰 官职方面 任总理事务王大臣 吏部尚书 李帆院尚书 九门提督 圣祖时路和大清会殿的总编撰 并加封太保 绝位方面 承袭一等公爵 待遇方面 赏代双眼花灵 四团龙补符 紫配 就其官职而言 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实权在握 绝对不容小觑的显赫官职 就其绝位而言 一等公爵 乃系清朝意性功臣所能达到的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 此时的龙科多不光于行政级别 爵位等级方面走到了顶点 还享受到了诸多异性功臣 不具备的特殊待遇 正如青石岛所言 巅峰时期的龙科多受顾命之重 掌军政大权 被雍正皇帝既以心腹 毫无采访 权势之胜 待遇之高 远胜诸多闲散亲王 此时的龙科多飘飘然起来 认为自己是权臣 又是雍正的亲旧 谁敢得罪 于是龙科多仗着皇帝宠信 开始结党营私 还试图掌握更多的权力 很多官员都是龙科多举荐 都是他的人 作为立部尚书 龙科多可以不动声色地任命自己的党羽 这就犯了很大机会 而龙科多一直都纵容部下胡来 此时权清一时 部下更是无所不为 口碑非常不好 雍正此人冷酷无情 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政治家 他开始之所以重用龙科多 主要是没有坐稳位子 要对付其他兄弟可能的叛乱 在快刀斩乱马解决了兄弟们之后 雍正当然不允许权臣的存在 满清到了雍正时代 已经高度中央集权制 康熙时代 康熙用尽权力宣弱 义正王大臣会议权力 建立南书房制度 将大部分权力捏在自己手上 在这之前 国家大事需经过义正王大臣会议 这些满洲王公贵族的地位很高 有时皇帝也必须受回成命 而雍正稍后更是厉害 直接建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成立以后 皇帝可以跳过内阁 行使权力 而军机处的大臣只有建议权 根本没有决策权 也就是说 大小权力都被雍正自己掌握 虽然雍正最终因此活活累死了 但权力至少高度集中在他手中 雍正要夺取所有权力 那么权臣当然要除掉 既然有这种念头 别说龙科多只是假舅舅 就算亲舅舅甚至亲爹 也一样要倒霉 于是 雍正上台才两年多 就开始对付龙科多 在各种场合对他进行打压 龙科多不是笨蛋 也发觉情况不对 在几个月后 龙科多主动提出辞去九门提督 雍正顺势同意 让心腹拱太接受 此时龙科多想要全身而退 是不可能的了 他的党羽众多 即便退了也有很大势力 必须铲除 雍正五年 助王大臣会议定龙科多 四十一条大罪 而年庚瑶也被雍正严重警告 次年就被刺死 雍正原意是要杀死龙科多 考虑毕竟有序员关系将展立局改为永远监进 结果第二年 龙科多就死于囚禁的三间房子内 十年七十岁 一般认为龙科多不是被刺死 而是自杀而死 至于年庚瑶的下场更惨 儿子年妇也被斩首 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 发配广西 云南 贵州充军 自古半君如半虎 尤其是有政治野心的大臣 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